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我们最伟大的马华总会长魏家祥 他今天公开宣布说 他将会寻求蝉联 最新一届的马华总会长 OK 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东西 就是 你要知道 马华最近好几届的总会长 每一届都是大选过后 都必须要 引就退位 为什么呢 因为大选成绩太差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就是皇家定 皇家定在他带领之下2004年的时候马华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那时候马华有31个国会员 90多个州医员 他的那个团队非常的强大 是鼎盛了 OK 然后到了 2008年发生了这个308海啸 然后呢 马华的国会员 一夜之间 从31个变成15个 整个江山突然间减半去了 然后 这时候呢 皇家定作为这个马华总会长 他当然要交代一下 所以呢 他就引就退位 接下来就到这个王十杰借这个班 但是呢 这个王十杰呢 他来不及等到下一届大选 他就遇上了一些党者 然后他也被逼要退位 然后就换上了这个蔡细利做这个总会长 然后蔡细利呢 就迎来了 2013年的505大选 这 2013年的505大选呢 这个马华呢 他的国会议席呢 又在减半 之前王家定手上是15个 到了蔡细利手上变成7个 那时候我们实际上讲7-11就是那个时候 OK 所以 这个蔡细利也没有办法咯 其实 马华近代以来最有作为的总会长肯定是蔡细利 他前后几个都不能用了 OK 就他最厉害了 但是呢 没有办法神不逢时 在他手上 马华败的这么惨 他还是要引就退位了 他引就退位了 过后呢 就由这个 廖综来 接班 然后廖综来接班呢 就迎来了这个509大选 马华就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差的成绩 蔡细利手上还有7个国会员 然后到了廖综来的手上呢 只剩最后一个 也就是魏家乡的 阿丹 最后一个 OK 然后后面那个 黄日升 补选 剩的那个 我们就不用 不要算了 我们讲大选的成绩罢了 OK 所以 一样的 这个廖综来 当时 他迎来了马华最差的成绩 所以他必须要 引就退位 结果就换了这个魏家乡来接班 在魏家乡的手上呢 这时候呢 马华只有一个国会员罢了 然后呢经历了这个当中BI补选了 又多了一个国会员了 变成两个 OK 所以 之后魏家乡就迎来了这个119大选 啊 然后马华的成绩是怎样 马华的成绩呢 就是 只剩下两个国会员 就是 啊这个 他自己的 爱丹 还有一个就是 当中BI的黄的神 啊 这两个国会员 讲到这里啊 我们感觉上好像是 马华也是输他很惨啊 这么 啊 到了魏家乡这边 就不需要引就退位了 啊 是不是有一点 小奇怪在这里 哎 你要算好来的 啊 要懂得算算数 你知道吗 啊 你要知道啊 魏家乡从料中来接手的时候啊 马华只有一个国会员吧 然后呢 在 魏家乡的英明领导之下 马华在119里面啊 从一个国会员变成两个国会员 啊 从月计上来说的是200%的进步 开玩笑啊 所以呢 魏家乡没有必要学习他之前 几任的这个 马华总会长 必须要引就退位 他完全不需要 啊 人家 其他总会长是越做越跌的 我是越做越起 还200%的业绩 啊 我做么要辞职 我做么要引退啊 说 讲到这里 大家明白了吧 啊 啊 我不讲你们可能还没有发现到 魏家乡 啊 这个马华在他手上的业绩 是200%的突破了啊 所以他肯定可以做回去啦 OK 我们就来讲一下了 现在呢 这个魏家乡他宣布了要寻求参联这个马华总会长啊 啊 我们就来啊 分析一下 到底他的胜算怎样 我在这里结论一句啦 我可以说呢 他寻求参联呢 然后又成功参联呢 是毫无悬念的 啊 肯定是他的啊 啊 有没有人出来挑战他都还是一个疑问啊 但是他挑战不成功是肯定的啊 他一定是成功参联的 为什么呢 必须要有个原因啊 OK 首先 一个最具体的原因就是 啊 我给大家看一个新闻 啊 就是在这一届马华的党选啊 在全国188个马华区会里面呢 只有36个有改选罢了 啊 150多个是没有改选的 啊 所以呢 就说明了 马华 决决决决大多数的区会呢 都是 啊 要不就是 的 救人继续做下去 要不就是和平交棒 啊 没有出现派系的斗争 啊 所以我们可想而知 在上一届呢 这个 马华的改选啊 这个 魏家乡呢 是压倒性的胜利啊 胜过那个燕饼收了 啊 他就得到了这么多区会的支持了 然后来到了这一届 有改选的这个区会的只是 188个里面的36个罢了 有150多个 都没有改选 啊要不就是救人做回去 要不就是和平交棒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觉得会多出很多反对势力来反对魏家乡吗 根本是不可能的 啊 so 这个数字呢 已经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了 在马华里面很难会找到人去反这个魏家乡 啊 ok 还有 第二样东西就是呢 你现在呢 你要点名一个人出来挑战魏家乡啊 还真困难啊 啊 现在呢 台面上啊 原本的人呢 全部都退位了 连严秉壽 他的老对手都已经退位了 郑修乡也不在了 啊 全部人都已经退位了 剩下的都是比魏家乡 啊 他资历更浅的人 啊 唯一可能可以挑战他的也就是蔡志勇 但是呢 蔡志勇所以就所以在呢 他这一次这个大选没有过关 啊 他拉比输掉 所以他少掉一个国会议员的身份呢 啊 我难听说一句你连黄日升都不如啊 你怎样去挑战魏家乡 啊 所以咯 就会有这个问题咯 所以呢 连 蔡志勇都没有资格挑战魏家乡 你还想还有谁可以挑战魏家乡 其实是没有啊 所以呢 无论是从人选方面 还是从区会的支持 方面 魏家乡都是稳坐钓鱼台 根本不可能有人可以动摇他的地位 啊 所以呢 啊 总的来说啦 魏家乡这一次呢 他寻求参联这个总会长 是赢定了 我们先恭喜他了 OK 啊 所以 啊 恭喜他 啊 看他 啊 下一届可以带领马华再突破多少个 巴仙 的业绩啦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